大家好,我是馬布 明天跑馬 又要過天氣 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估計地都是變霸地 選馬並非容易 有場G1 G1我當看馬 我會買 因為 有一隻是外國馬 現在大熱 我看到 長途馬 很多時候都是外國馬 比香港更厲害 因為香港的制度 沒什麼長途馬 一般來說 馬主都不願意買好的長途馬 因為作用 贏贏獎金 很難贏 而且跑得少 所以一般來說 都不會投資這麼大的 所以變成這場馬 適合看 問題 其實本地僵 要有機會 贏他因為長途 不過他說這隻馬 好像說 爛地都可以 所以就 情願看馬 這樣說回我上次 上次就是 可惜 那個 那場馬 就是跑出一隻 村 沒跑過的 所以這些 沒得猜 也沒得看的 跑出第一 我選了四隻 其中兩隻就跑第二 那位置Q 就派三十三個半 那 以六百元投注的話 表面就輸了二十六個半 那但是呢 我也有講一百 是比較好的 那我呢 就將 除了買四川六的一條票 就當10元主計了 那已經虧了三十幾元 那但是呢 我呢 就將一和八 都 又再買過的 即是做膽 一又做膽 拖三隻 然後八號又做膽 拖三隻 雙膽拖 那這裏呢 就省回三十幾元 那就是收回六 六元計 OK 那兩條票呢 那麼 那麼 十元主十元主 又收回十六 那就減輕了 那但是呢 我再買多一條一百的 這條是第一條票 一百九十下 那麼 那我報回給你們看 你們可以看得到 跑就跑一百出來的 那麼 那大家 即我講回這些馬 那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怎樣 好像我這樣有心碎的話 你選個出來再買 那你就不會 可能贏不到多少 但是如果是中的話 那你就 如果三條票 你就很多錢 即是拖出三隻的話 就多錢 那這裏有另外一條票 八拖一九十 那這裏有三十元 那三十三個半 那你都中有心 最後就省了三個半 那這裏另外一條 一號做膽 拖八九十 那這最後一條票 就是一八 那你可以計得到 那我的銀碼呢 我就刪了 因為我始終都不是很鼓吹 大盜 除非你真是懂得賭錢 一般來說 我都不是很建議太大 那 那說回明天 那因為仍然都難估計 那地下 如果真是下大雨的話 或者開跑的時候 跑正那一場才是 又打雷又打情 那你就真是 我選的馬都未必準 那 那 那 有時候我急起來 就本來有畫飛的 那有時候 一下又不太記得 那便變了 所以上一期 又沒有畫到那個飛 那我希望一會兒我會記得 那大家原諒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這次呢 就是選了 那麼多場 我選了第五場 這場馬就是跑 這場馬是1200米的 那你這裏呢 就是大熱門就開心步步了 那我覺得這隻馬呢 都 絕對有得想 雖然它是135 而且是側身 那 那 找了潘頓來騎 因為之前呢 就找了希威森 希威森贏過一場 爆出21倍 然後第二次再騎呢 就熱門3.1 那 就跑了553 OK 那就 不知是否這個地不行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 這次又是同一個地 就換了潘頓 那我又不可以說它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呂建威呢 就應該向 吳彭治那裏挑戰的了 那鬥志就很鮮明的 那如果它贏得 它盡量會贏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贏不到 如果擺潘頓 如果跑第二的話呢 就只可以賴個地 或者是磅重 那 但是我覺得鬥志很好 所以不可以說 刪掉它 接著第二隻呢 就是周俊樂騎的 那就是 麗超聲馬房的 這隻馬呢 就是 納納村 那那個地呢 這隻馬上次它很黏地 那它跑第二 那它輸的距離呢 就輸的距離呢 項位而已 上次是1,2,5,第五档 這次是加了磅 同一個騎士,周俊樂 剛才就加了1,2,5,加了4磅 檔位就差不多,照版照換再上來 如果說開山寶寶的場地 沒有它那麼適應的臨地 可能這隻就有機會了 它的賠率只有5.6 都蠻好分的 上次跑第二都有飛的,有十倍 所以我想幕後都蠻體重 所以就算這次也未必輸給你的 接著就選了11號的行運星球 行運星球就是馬是斑達禮奇 唯一一件事不好 那麼偉達仍然還給他的騎 那麼這隻馬呢 今季就是跑了八次 那麼就有兩次是拿不到獎金的 其實都很近一下 那麼鬥志應該一定在 那麼偉達是吧 那麼以前的冠軍騎士 那麼他都不想失威的 那麼我覺得他都會是去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騎士不好的斑德禮 但是擺斑德禮呢 那賠率就好分 那麼如果這隻跑出來 如果這麼不幸運 1號跑第三 那麼4號 還有11號這樣排出來的話 那就好分 就是這條飛了 第五場的 我買位置Q 1、4、7、11 我買的7號 7號呢 就是自自多寶 這隻自自多寶 就派第二檔 就報問 但是他有16倍的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就很大機會 而且報問劇 那隻馬呢 就是跑過一次 對上一次就是跑 跑第八輸四 半馬位 但是第一次跑那一次 就是田泰安騎 但是對上一次就是1.6 1.6實在太熱 越過分 而且是潘頓騎 那這次呢 找潘 報問騎 那騎 騎士呢 兩個呢 我想都差不多了 如果去稱它的話 我想潘頓高丁 好了 那它就不會差得太遠 如果這場呢 如果爆得到的話 就和味了 你想想 16倍 那它第一次出軍的時候 是田泰安騎 輸一有半個馬位 那當時是3.2倍的 OK 那就跑883 那所以這隻馬呢 都是的 如果你說 真是我還這四隻 而是潘頓那隻 排隊 這幾期都很多次都排隊回來的 那麼 給點幻想力 那麼希望好像 我這樣想 如果真的這樣跑到呢 那就 這條三重彩得好分 那麼 那一號呢 如果跑第四 那麼跟著這三隻 跑二三四 一二三 那這樣 那麼 你想想 最好就是這隻排第一 那麼 這條三重彩啊 四重彩啊 什麼都好分 那麼 那麼 希望這次 啊 可以幫助大家 又幫助我自己 那最緊的就是 我自己都很緊要啊 因為為什麼 我買 那我又 有點不像 其他那些 平馬人啊 或者那些 港馬那些啊 那麼 那麼他們有沒有買呢 沒有人知道的 是不是 他把票就打了上去 即他不是說 沒有打上個票 那麼 那麼 他說完之後 他有沒有買 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呢 不是啊 因為我是說了我有買的 OK 有時候呢 譬如輸了 完全輸了 那麼我的票 我就不再放下去了 那麼我有買到 我都放下去了 這個至至多一步呢 都是側身馬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他變化場地 行不行呢 分分鐘行啊 好 那麼就過癮了 十幾倍 那麼當然啦 到臨場跑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知道 多少倍啊 那麼如果國校認同我這樣 可以直接就找這隻 蛇上去第四場 OK 那麼我選三四隻馬 那當然 那 我不敢說 因為我選了四隻而已 那這四隻 那個機會率就幾大一下 那麼 是不是會出冷 不過我知道很多朋友呢 賭錢呢 就是希望有冷 那麼我這次告訴你 有機會啊 那麼 那麼我會不會這樣買呢 我都有這樣的機會 我就要看浪場了 真的那個變化場地 是不是 就是跑 跑起來 如果是時間很慢 一二三四 那麼 那麼 又又下雨 那麼真的播得過 那麼我會找這四隻呢 就是射去後面 就是第六場 那麼上次我都有講過的 找梁家俊 那麼後來梁家俊那隻 不是大熱門 我射中了 不過就跑一隻十一號出來 如果不是我都收過後碼 那麼下面那一場 就是大熱門 潘頓 那麼如果你說大熱門 是他 很多人都喜歡買他 那麼我就 我有些不同其他人的想法 我不會討厭那個騎師的 最緊要就是他幫我贏錢 我說知道他怎麼騎法 你最緊要就是幫我找 贏錢 我又憑他做什麼 是不是 他行不行 大家有眼看的嘛 那麼人家都是冠軍騎士 是不是 那麼你不喜歡 我不會說 啊我有偏見 是 很多時候呢 大熱門他就死定了 那麼你就 飛了他去大熱門 是不是 那麼現在他現在大熱了 但是他不是熱得那麼透 1.6幾 但是事實 就算他1.6 也有機會贏我 我覺得 就是太偏見有些人 我就不會這樣的 我怎麼會跟他錢來鬥氣 最緊要就是贏錢 是吧 我懷疑你 是吧 你說他怎樣跑 怎樣吃 不關我事 我最緊要就是贏錢 大家如果同意的話 自己去想一下 到底你會不會買呢 我呢 就要看了 就是又要看場地 最後 看他是不是熱得那麼透 呢 有一次熱得透 反而都是好事來的 不一定的 OK 自己去判斷 因為他不應該那麼熱得那麼透 如果熱得透 會不會是普遍馬米買的呢 還是在幕後買呢 這一下就要靠自己的 賭得多 你就會有個判斷能力 OK 希望我這次說中 因為這排都有中的 都 一路維持Q 三隻出來 那 如果你不買這個維持Q 也可以買一條單T 單T的話 就是四十元投注 就省回二十元 那你 真的中到我這樣說的 這四隻 跑出來 一二三元排出來 那這條單T呢 那就要看了 最好就是一號就放第四 就是這麼簡單 那當然啦 如果你喜歡一號 你可能會說 哇大哥我買一號 大家不要鬧這件事 我們最緊要就是贏錢 OK 祝大家好運 Good luck for everybody